接下來這個團隊創辦人他會做很多事情 他以前玩過團 他也創作 然後他也懂NFT 也懂Crypto 接下來他要做一件新的事情 就是他要在W3的這個世界裡面 做一個社交媒體社群媒體 我們來聽聽Zito的Alan 分享Zito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致力於建立W3的社交媒體 過去一年Instagram從廣告賺了將近480億美元 而創作者的分潤卻趕近零 作為流量的提供者 他們其實希望獲得合理的分潤 而區塊鏈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的產品Club 將創作放上區塊鏈 把所有權還給創作者 我們讓廣告費用進入獎池 而鏈上的創作可以從中獲得分潤 近期越來越多影音內容創作者 他們想要進入W3 他們將不用再透過這些 頭像類的NFT切入市場 因為我們將流量價值變成價值的核心 讓他們用最擅長的方式進入W3 對於現存的W3社群 我們提供了很好的跨鏈聚合 只要提供合約地址 就可以體驗一站式的社群互動 像是FanR或是DAO 建議凝聚社群建立W3的IP 為了驗證市場 我們計畫了一個概念性的NFT Sea League 希望可以召集相同願景的創作者 一同推廣 目前累積了五位大使 他們總共可以觸及超過一百萬人 未來會帶大家一起體驗 我們的W3 Social Media 最後介紹一下團隊 我們團隊成員來自科技廣告以及社群媒體產業 另外一位co-founder Lenny 跟我在學生時期組過樂團 所以我們對於創作的市場和生態 有長期的關注和研究 以上我們是Zito 歡迎大家來這邊找我們聊聊 謝謝 謝謝 謝謝Alan Alan我想問一下去年的NFT熱潮你有跟到嗎 有 而且我花了很多時間做了市場研究 有錢嗎 繳了非常多學費 好 我問一個正經的問題 最近其實Blockchain Web3的世界裡面 很多人都出來說 我要做那個Social Media 我要做那個Decentralize Social ID等等 但大家都知道做這個Social相關的東西最難 就是創造平台上的Network Effect 我想問一下你們在這邊有什麼計畫嗎 OK 謝謝 我們會先從Web3 或者是想進入Web3的族群切入 那因為這些活躍用戶 他們目前都集中在Telegram 或是Discord這樣的平台上 但是這些平台 它並不是為了區塊鏈而生 所以他們在Web3的使用者體驗上 其實是不是太好 那我們團隊現在正在積極地對接 就是各種的Web3項目 然後來做流量的整合 然後同時我們也在對接 有廣告需求的廠商 然後建立這個循環 那其實在我們在用戶 累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其實這些Web3項目 他們自己也會有廣告的需求 我們會從這個角度去切入市場 建立循環 好 我們謝謝Alan 謝謝